今天的全球大頭條 我們起來國際中心的主播 史芳玉加入我們 芳玉早安 各位觀眾朋友早安 今天要聚焦的是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請共軍做準備 而且還說在二零二零年 年代末 可能會有打仗的準備 這到底是假議題 還是真的緊張局勢 又在深聞了 其實日本媒體共同社 就引述了去年六月 發表的文件 指稱說習近平在三年前的一場 閉門會議上面就強調 如果區域衝突爆發 並且持續下去的話 可能會擴及更多的地區 不過他是否認了 另一場世界大戰爆發的可能性 好 聽起來有點嚴重 那麼儘管中美加速對話 而且要來緩和這樣的緊張關係 但是其實這一席話 聽起來好像感覺說 衝突沒有辦法避免是不是 其實真的是蠻值得擔憂的 習近平竟然下令軍隊說 時時刻刻都要準備好作戰 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利益 而且報導還提到說 習近平會這樣說是考量到萬一 哪一天臺灣會出現一些 不可預料的狀況 全球大頭條帶您來關注 根據日本共同社引述 內部文件的報導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三年前二零二零年的年底 曾經在一場會議上 向解放軍喊話 他到底講了些什麼很重要 習近平當時呼籲解放軍說 因為北京與西方的關係緊張 要為二零二零年代末戰爭可能爆發做好準備 根據瞭解習近平這番言論是考量到假設臺灣出現緊急狀況的那一天 可能戰爭就會爆發 他也強調如果區域衝突爆發並且持續下去的話 可能會擴及到更多地區 習近平還說東方正崛起西方在衰亡 並且他說這個是歷史趨勢 他認為西方國家擁有競爭優勢的事實 大致上是保持不變 可是隨著中國的軍事經濟等等實力越來越增加 西方國家與中國爆發衝突的風險 將會變成無可避免的事情 那剛剛有提到說習近平說衝突可能會擴及到更多地區 一個關鍵問題就來了 到底有沒有可能再度爆發世界大戰 好險習近平對於這一點倒是否認的 只是這些文件透露了一個訊息 就是儘管中國和美國最近一直在加速對話 雙方的高層官員也是一直密切互動 前陣子包括像是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財長葉倫 還有氣候特使凱瑞 這三位大咖都仿中了 就是希望能夠緩和雙方的緊張關係 可是其實北京當局還是對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非常警惕 所以在這樣子的觀點之下 習近平強調中國軍隊必須為戰爭爆發 以及後續的連鎖效應等等都做好準備 並且下令軍隊要每時每刻都準備好作戰 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利益 那這份文件還顯示習近平在會議中聲稱 西方的反中勢力目標是要推翻中共的領導地位 那這點顯示了什麼 其實是顯示他對美國還是強烈的不信任 而這些記錄習近平會議說法的文件 目前已經成為中國軍方 以及中國共產黨高層的教科書了 台海局勢緊張 世界都在關注 外媒金融時報昨天發表了一篇長文 標題是中國軍方正如何慢慢地壓縮台灣 這篇文章指出共軍正在對台灣執行所謂的灰色地帶行動 那什麼是灰色地帶呢 其實灰色地帶意思就是說 慢慢地去加大施壓的力道 可是這個強度沒有越線 並沒有跨過可能會被視為戰爭行為的門檻 這種施壓其實指的就是中共軍機不斷逼近的行為 如今台灣的空軍幾乎每天都會派戰鬥機緊急升空 可是我們可以回顧到六月二十四號這一天 一早八點開始 短短兩個半小時解放軍就出動了殲-10 還有殲-16等等各種機型 一共十九架來侵擾我國的空域 其中八架次戰機 不只逾越的中線 甚至還抵近了台灣的二四里線 飛得比以往都還要更靠近 直逼了台灣的臨街區 那在這之後 在這樣子做的狀況 至少就還有再這樣做一次 其實這種狀況 就是逐漸對台加壓的舉動 那這篇文章也寫到了 台灣還有美國 一直都沒有辦法阻止 甚至減緩這種行為 部分國防專家甚至認為 美國對中國戰略的方向 是不是有錯啊 因為是不是太過度的聚焦共軍親台 可是卻疏漏掉了 這一類施壓台灣的手段呢 那儘管全球上來都是最關注 中國攻打台灣的可能性 可是其實現在這種 不是突然間進行 而是漸進式的威脅 也很值得擔憂 專家就指出 北京現在正運用 所謂切香腸式的戰術 來慢慢改變現狀 華府智庫專家也說了 五角大廈忽略這個在眼前的威脅 可是一直聚焦在台灣未來 可能被入侵的狀況 其實是有點短視的 因為共軍其實還曾經 藉由中國官媒宣稱說 中方已經成功地 模糊了台海中線 儘管美國的海軍軍艦 會一直例行地往返台海 可是他們也從來沒有正面 去回應過中方的這種行為 所以美中關係 其實可以說是中風相對好一陣子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日前接受CNN訪問 就說美國正在試圖加強與中國的溝通管道 避免雙方爆發衝突 那對於之前 華府把中國國防部長李尚福列入制裁名單 美國到底會不會解除 布林肯對於這題是避而不答的 可是他強調說這是政治決定 並不妨礙兩軍之間的對話 布林肯表示說 美方現在政治利於一些把穩定的元素 放進美中關係裡 幫彼此的關係設下一個下限 就是說即使兩邊的關係 在一直繼續惡化好了 也要確保美中的這種競爭態勢 不會變成衝突 因為衝突不但不符合美中的利益 其實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那美中雙方疊對疊 除了習近平對解放軍喊話說 要做好戰爭準備之外 美國這邊當然也是動作頻頻 出現了很多行動都是劍指中國的 像是美國和澳洲主導的十三國聯合軍演 近期在澳洲東部展開 美國海軍部長昨天就特別表示說 這次軍演正式要對中國傳達訊息 凸顯美國與盟友相互的合作 捍衛國家安全和民主價值 一個口令 一個動作 士兵們迅雷不及掩耳地更換彈藥 澳洲士兵上井發條和美軍進行兩年一次的 護身軍刀聯合軍演 但這次的陣仗比以往更好大 創下護身軍刀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演習 參與國家有紐西蘭 英國 德國 法國 加拿大等13個國家 還有印度 菲律賓 新加坡和泰國來的觀察團 全體軍事人員超過3萬人 而這些國家的目的只有一個 美國海軍部長帶頭喊聲 針對中國近日軍事動作連連 令西方諸國反感更不喜歡受人擺佈 鑑於中俄軍演23號剛剛落幕 外界質疑中俄這次挑日本海演習 其實是為了分散美日對台海的注意力 卻讓日本更不敢鬆懈 同樣參加這次軍演的日本陸上自衛隊 首次在澳洲國土上發射12式反艦飛彈 成為軍演一大亮點 但全場最大焦點仍落在美國海軍與澳洲造船上 聯合打造的軍艦坎培拉號 坎培拉號在雪梨海軍基地正式成軍 是美國艦艇首次在外國港口服役 同時澳洲國防部24號加碼宣布向美國 採購二十架C130運輸機 梅澳軍事關係緊密拉攏西方盟友 力抗中俄防線拉到最高點 近新聞李梅杰謝宏影報導 大觀新最新消息 相隔五天北韓昨天深夜再次朝日本海 發射兩枚不明彈道飛彈 讓朝鮮半島局勢持續在升溫 南韓軍方指出兩枚飛彈都飛行了大約四百公里後才墜海 美國核潛艦肯塔基號七月十八號時隔四十二年再度訪韓 北韓隔天馬上就發射兩枚彈道飛彈 接著另一艘美國核動力潛艦也在昨天抵達了南韓 外界普遍認為北韓這一次發射飛彈 是在對此表達抗議 在大年來關心到泰國大選以及西班牙國會選舉 泰國總理的大選風暴可以說是持續在延燒 得到最多民眾支持的前進黨黨魁皮塔 受到軍方以及保皇派的國會議員阻撓 先前二度提名競選總理 又被國會否決總理之路可以說是幾乎斷送了 這也讓大批的泰國民眾上街抗議示威 昨天泰國監察院認定國會恐怕違憲了 建議此案由憲法法庭來裁決 而上週末也歷經選舉風波的 還有西班牙的國會選舉 開票結果由右派 拿下相對多數 重挫西班牙總理 桑傑氏的連任之路 曼谷街頭飄著毛毛細語 但人民並不在乎 為了替心中真正的總理人選 二度提名被拔掉的前進黨黨魁皮塔 爭一口氣 儘管現在泰國監察院認定 皮塔提名被撤可能違憲 建議暫停原本二十七號的總理投票 但人民的怒火已經止不住 民眾出動雨衣雨傘 還有人比出反軍權的三直禮 但這可讓泰國人民游行衝衝 最新民調顯示過半民眾相信 這次選舉會讓國內社會分裂 其中非常相信的人超過百分之三十七 同樣擔心國內政治動盪的還有西班牙 西班牙總理桑傑氏特地提前國會大選到二十三號舉行 結果卻不如預期 桑傑氏領導的左派社會黨拿下一百二十二席 加上極左議會總聯盟共一百五十三席 卻抵不過右派最大黨人民黨一百三十六席 和極右派政黨VOX的三十三席 不過兩黨皆為達到過半的一百七十六席 可能導致選制議會甚至重新選舉 專家們不免擔心若最終由右派籌組政府 將會是西班牙一九七五年後首次有極欧裔政黨入閣 將和近年又請的瑞典芬蘭和意大利重挫 以德法為主的左派勢力 歐盟也可能陷入分裂局面 近期全球各地極端氣候災難的狀況頻傳 除了歐洲正在遭逢熱浪 還有許多地方都被暴雨肆虐 中國近期的豪雨災情就非常的嚴重 包括杭州 上海以及北京等大城市 連日來都下棋大豪雨 各地都出現淹水的災情 杭州還爆發了土石流 一共造成五人死亡 三人失聯 另外宣稱六百年來 從來都沒有淹過水的北京故宮 也因為突如其來的大水宣洩不及 出現滿怨的積水 休旅車頭下腳上轉了半圈後 就這樣被洪水給沖走 鏡頭轉到隔壁街上 湍氣的洪水不斷灌進杭州市區 車輛全泡在水裡 看得出洪水的威力有多麼驚人 昨天晚上呢 像我手邊的這把沙發呢 這個沙發呢 昨天是放在這個民居的一樓 昨天晚上的洪水是直接衝入一樓 我們是昨天傍晚五點多開始爆發那種沙頭的 像我們就是不是威防那種 可能是在這二樓一樓不能去的 基本上一樓都沒過了 中國 浙江杭州二十二號遭到大雨侵襲 引發河水暴漲 山洪爆發 許多居民不是住家進水 就是車子被沖走 被淹淹啊 我家冰箱啊 你進來電路車裡他們都被淹淹啊 還有人連房子都被沖垮 山洪爆發 也都沒有 有幾個房子沖倒了 反正有人死 有人死沖垮 昨天晚上 反正到現在為止 這事怎麼能還沒做過 鏡頭轉到上海 當地21號也因為下大雨 排水系統不夠力 市區淹成一片 民眾走在街上 膝蓋以下全泡在水裡 還有人出門直接滑小艇 而在北京 22號同樣遇到暴雨 民眾還拍下大雨過後 北京故宮內淹成一片 相當罕見 全球暖化讓夏季暴雨越來越常見 如果排水系統沒有做好 淹大水的景象很可能成為日常 近新聞 陳皓怡 王竹瑩報導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球大頭條 我們把時間鏡頭交還給趙文主播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